科里近期进行了一些CT结肠镜的检查,有的患者表达了不同的安忧,杨大夫,我怕痛,这个结肠镜是不是很痛啊?杨大夫,这个辐射高不高?杨大夫,这个CT结肠镜取不到病理,做了有啥用?先看看什么是电子结肠镜,跟胃静一样,这种内经技术都是人类伟大的医学发明。 不明思义,所谓结肠镜,就是通过一根管子,经过职场下一个镜子送入结职场内,可以直接观察肠子内部情况,才能利用镜子末端的装饰,对科医病病进行组织活检,进行病理检查,达到确准目的。 目前结肠镜是公愿的大肠肿瘤手术检查方法,是一种具有清晰性的检查方法,也存在一些不足,首先该像检查也能观察肠内病变,无法对检出的肿瘤进行准确分期。 其次,结肠镜无法对肿瘤精确定外,对肿瘤不微的判断主要依赖于肿瘤距离肛原的距离,同时由于肠腔狭窄或患者个人等原因,也导致一部分患者,无法完成结肠镜检查。 这些因素都限制了结肠镜在大肠肿瘤症之中的价值,什么是CT结肠镜,又叫虚理结肠镜,CT结肠早阴等。 跟结肠镜比,CT结肠镜不需要插拐子,只需要经过肠道准备与结肠镜类似,病人躺在CT检查床上,经直肠注入一定量气体,让肠道聪明,然后进行仰卧和俯卧位两次CT扫描即可, 后续的工作就是代符合计算机的事了,通过计算,形成一种类似结肠镜观察到的影像,借此进行疾病的检查和诊断, 据统计,结肠镜检查有10%到15%无法完成,尤其是进展期大肠癌患者,老年人和有波子攻击初始的患者,而在肠镜检查失败的患者中,CT结肠镜检查具有良好安全性和有效性。 最同时性大肠癌和外气线流的阴性预测值分别为100%和97%。 另外的好处,GT能够同时观察肠子内部和肠地外情况,因而能更准确地进行数前分析,缺点是取不到组织,没法进行病理分析。 有人可能会说,取不到病理,那干脆一步到尾,直接电子结肠镜算了。 当然,这里面有个前提,就是CT结肠镜做的质量足够好,看片子的代表有足够的经验。 另外,需要注意的是同电子结肠镜一样,CT结肠镜也有适用症和禁忌症的。 具体要使用的时候,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 至于电力辐射问题,CT结肠镜虽然一般都是扫描两次,但所用剂量比普通的增强腹部CT要低一些,无需担心。 但对于结肠肠肿瘤性病变而言,最近几年,随之研究的深入,CT结肠镜已经被纳入到结肠肠癌筛查的影像技术之一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